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就像今天我们在 发扬中华的幽族传统文化 这个是不是大事业 这是一种大事业 一棒接一棒下西的东西 这每一个过程 每一个人的内心感受 它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有所感受 所以刚进场的时候 你看早期的前辈 说实在的 无以问苍天 社会不能肯定 政府不能体谅 一路走来 前辈也是这样走过的 所以我们把它练一下 昨夜西风凋毙树 独上高楼 躺进天涯路 衣带健宽 忠不悔 位于消德 人憔悴 梦里行他千百度 木然回首 那人嵌在灯火南山处 昨夜西风凋毙树 独上高楼 望进天涯路 就当你要一个完成大事业 大学问的人 包括我们今天在花园的 中华的幽族传统文化 这都是一种大的事业 当你做这种工作 不表示每一个人都能体谅 表示每一个人都能肯定 但是这是对的 我们中华品质要给人的 不是产品 产品随着年代 随着工作的提升 它是会转换的 从英国美国转换到日本 六十年代转换日本转到亚洲树小龙 台币生死之后转换到中国道路的沿海 有没有 现在也会转到哪里 转到中国道路的内陆 包括东南亚的那些国家 包括现在的非洲 所以你现在不能讲一手臂也不好 很多地方都已经发展得非常不错了 这是转换的 唯一就是 就是祖先留给我们的 这就是幽主的文化 就是这个道 要发扬这些 它是一个孤独的路 你看这些前辈以前是多孤独 但是你知道 无愿无为 一路走来 怎样 属中如一 一路走来属中如一 事实的证明 他们是对 不管当初他们从中国道路 到台湾的时候 他的顺分 他的地位 他的财富 他的能力 每一个人都成功 都是我们的老前辈 都是成功 有此可见 如果你能忍受了这个孤独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独上 就是你重塑的这个工作 是很少人知道的 这是内心的 就像你登到这个高山 要看到混连混连的路 这是形象的 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就在这种 神宿间还不知道 不了解 就像秋风的这种 宿舍寒冷的夜晚一样 人都还不了解 你在做什么宿的时候 就像寒冷的夜晚 你自己人独自 在走这一条路 这是刚开始 一定要接受这些 第二步的工作 就是对理想的坚持 有勇气 忍受一些的孤独 寂寞和艰苦 第二步 为了这件事 一带见宽 终不回 人都消瘦了 憔悴了 一五见宽 一五会动吗 一五为什么会宽 人瘦了嘛 人瘦了 为了追寻目标理想 历尽了沧桑 消瘦憔悴 但我属中 可以坚持到底 无怨无尾的主走 以前的前辈 一路就是这样走来的 一棒接一棒 我们也是这样接下来的 就是这样 受实在了 前辈比较有憔悴 我们现在的 我看到没有憔悴 不但没有憔悴 都还要减回 你知道吗 都还要减回 因为吃得太好了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以生寄来的条件 都是非常好 你们都是非常好的 在你们灵魂本质里面 都是好料的 所以今天才能 在这么好的环境上课 有冷气 有这么好的椅子 有这么好的荧幕 这么好的音响 你看早期的前辈 听课的时候 就坐那个 山寿珠的 那个珠的木头 对不对 坐那个木头 每个人都坐下去 坐整排 你在这里打瞌睡 不会跌倒 以前坐那个椅子 如果打瞌睡 滑到后面都跌倒了 搞不好旁边两个人 被你压下去了 坐在那种 整个植子坐出来的椅子 可以打瞌睡吗 连打瞌睡都不能打瞌睡 所以我们就是条件比较好 整个本质是比较高的 才有今天这个机会 我们更加要去认 更加要去接受它 去认识它 梦里行它千百度 梦然回首 那人嵌在灯火南山处 在理想的追寻中 经过一番的努力突然发生 我们理想实现的 事实的证明 真的我们有无限的潜力 一棒接过一棒 现在已经将这个整个 中华的幽族传统文化 前面全部到 全世界八十几个国家 我们一件一件 就是这样去完成它 我们都是每一个小螺丝钉 但是事实的证明 我们就这样把它完成了 你看我们要 盖着这栋归言大楼的时候 就一句话 一句话就讲了 我们用十个月的时间 把它盖起来 把它盖起来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就这样 以后就收这个利息钱就好了 在这个地方 造就了多少的人才 为上天大事 刚才我们在迎接 我们中书的家人的时候 前面有几个家人就问了 他就谈到白洋山 我说你们都赚了 十倍 六年的时间刚好十倍 十倍 当时一瓶买了五千多块 现在是六万块 以后会不会十二万 会不会二十万 会 会 在对的时间 做对的事 只有你勇于承担 勉强一下 台湾人的厉害 逃过 传道 自然之 你看到没过 就明明就是过去 就过去 当下只要有人 勇敢去承担这些 绝对是可以的 事实的证明 一件都一件 去把它完成它 只要你勇于承担 在这一期要修办 你就一定要这种力道 因为众生离开了 行二三 会知道的经济 太远了 你没有一个大的团体 与气势 来给他看 他现在还是 见山是山的时候 见水是谁的时候 阴迷啊 怎样 入屋 阴迷入屋 所以当你回首来看的时候 当下 你能 遇到好的环境 才晓得 你要找的宿景和那个人 就在你身边 就在你身边 就分享了这个喜悦 所以 第三个境界就是 理想出现的喜悦 所以我常常在谈 幸福 它是一种态度 它不是目标 我们不能等 幸福目标 完成的那一天 如果你立下了一个 幸福目标 完成那一天 大概你也没办法幸福了 你老了 是不是 搞不好 你还享受不到 那个幸福 所以定下那个目标之后 在每一个过程 来享受那个幸福 所以幸福它是一种态度 这个态度 你当下坐在这个地方 听我讲课 有没有幸福 就是这样 你能不能感受到 你感受到的 你就是幸福 你就是幸福 好 我们再来谈 我这里有写个 我们前省部级 我们当时前省部级 每个地方 要设下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血验的时候 当规划的时候 我们在没有钱的情况下 到最后我们还是成功 我们就靠了人的方式 信任了一百九十几个人 我当初就给他们闲 我当初就给他们闲 闲哪里都没有关系 我就故意他们就闭上眼睛 拿个地图给你闲 十个人一组 所以我们每一个地方 个人是闲的 这十个人养一两个人 养得下去吗 没有问题啊 花脸是不是起来了 宜兰是不是起来了 台北是不是起来了 台北县 台北宿 桃园 中立 新竹 苗栗 对不对 台中不用说了 那彰化 云林 嘉义 台南 高雄 屏东 台东 所有人养两个 可以成功的 是不是这边可以成功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力量都是不够的 只要这个虾子 宁愿背那个婆子 只要他们两个混合作会不会成功 就会成功 所以透过人的一个竹竹 把它凝聚起来就好了 它会产生个力量 产生个力量 你靠一个人单打独斗 在这个时代是不可能的 这不可能的 就像你们今天在这里听的课 我把它上到网站里面去 随时都可以去看 听不懂不清楚再看一下 就好了 进入大陆还是可以看 每个地方都可以看 录影起来就是好用 好 我们在谈 金主之学贵顺俗俗 这是一个修道金主 你要学习的时候 要重视了一个开始 方向目标有没有对 这个学习不是学习经典而已 在你的修炼 你的行为 如果不对了 你习惯了就是不对 当你在 在行为上 这种轰度气质 你要给人感受到 你真的是有修的人 有气质的人 有内涵的人 所以经过内化 包括利益关系冲突的时候 你当下你可以接受 出亏的那一边 你可以接受出亏 当你在花火的时候 你可以接受 没有生日的那一边 这就是功夫嘛 这就是功力 你就是透过学习文化 学习这个优质传统文化的时候 在利害关系的时候 你就站在吃贵的那一边 在人家生气的时候 你可以站在 纯末的那一边 就从这就可以看出 你的能耐是什么程度 学习不是学习经典而已 这就是众质的诺书在生活里面 一个人为什么生气 你说有没有可怜 生气就拿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助击 这有没有可怜 一个常常生气的人 他有两件不好的色情 第一 心脏一定会不好 第二 你的胃一定会不好 第三 心血管会受影响 我们人的血气 是不是很顺 生气起来会不会逆气 你听过一句有吗 气在臉上切身顺 有没有 那个气都逆气 就不好了 常常生气 你的脸型会不会不好看 一个人除眉散目 除眉散目 久了就会除眉散目 你常常逆气不好 一定要转练 天下再怎么大的事情 也不知道漏到你生这么大的气 太可惜了 就非常可行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就祝大家 身体健康 家庭美满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